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认为自己这样想很正常啊 他没有疑啊 他就是疑 口友中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叫什么 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就这些话当中 就带有很多的疑心 带有很多的疑心 我就跟顾问 跟顾问之间谈话 也经常问真的吗 是真的吗 他并没有去嫌弃我 或者是一般的没有骂啊 只是他在解释 解释之后 我的疑就破了 破疑深信 破疑深信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顾问 打赏支持 这样的智慧变才 去破除一切众生的疑惑 不怕众生他有什么贪人的卖义 特别是疑心 不怕他 就怕我们自己 愿意做婆事的这些人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智慧和能力 去破除众生的疑惑 这个确实是关键的 众生他就是那个东西 他就是要贪人之卖义 特别是疑 什么东西都要疑几项 你对他好 他要疑几项 你对他不好 他也要怀疑几项 他就是这样 现在关键是我们这些 就是佛陀心协会的会员呢 成员呢 或者发了菩提心的同修们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智慧能力 去破除别人的这些疑 这一生就我光口头啊 跟班尼交流 跟顾问交流的 问题当中太多太多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什么几乎啊 没有什么疑 除非跟他就见面交流 诶 那个疑惑又来了 疑惑又来了 我的主要就是疑惑 怀疑的那一块啊 还不是很多 我的慢性呢 比疑心要强一些 半阵子都分析了 疑心那块还比较少 但是也有啊也有 你在超市买东西都有疑啊 你看到那个什么 看那个喜欢吃的 那些东西 我看到了我就疑啊 以前怎么没有来呢 怎么现在才来呢 哎呀来来就来了吧 你早点来啊是吧 就那个疑心呢 他是自然的就要生起 如果说对那些吃的喝的疑两下是吧 还是小事 无非将来你疑多了将来跟这些吃的越来越远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也不是小事 你将来没吃没喝 除非你就是那个不服不食的修行者 要不然将来没吃的呀 疑吃的将来没吃的 大家知道疑最大的功效是什么 就是你与这些 你与疑的对象 人事物也好 不管哪一方面也好 因为他们的距离是渐行渐远 越来越远 如果说对上这一块 说小事也不是小事 他说大事都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 但是关键就是上司三宝这块 我们如果经常的疑 疑多了 疑多了呀 最后自然就没有 自然就距离 有距离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这个顾问举了很多例子 都有具体的人事物 就我身边 我也 同事啊 学生啊 就是大家啊 经常有这交流 以前在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疑心非常恐怖 非常多非常多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就是我对你好一点 他也疑 别人对我好一点也疑 大家发现没有 如果是对我坏一点 对我不好 那个疑是很正常 关键是众生这个疑啊 他是 遍一切时空处 什么事都要疑记下 狐疑 疑 疑神疑鬼 疑神疑鬼 这个在众生界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是 众生他并不认为这个有问题 他不认为我这个有问题 他不认为我有问题 疑难下是很正常 所以我也是 很多很多事 我也疑记下 我认为我很正常啊 郭文说就不正常啊 就光一吃的一喝的 你疑那个东西是假的 他不是假的 疑他是假的 不管是假的真的 只有你怀疑他了 将来你去 你跟吃的就缘分没了 我们多么想吃 多么想吃的 多么想喝的 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将来没有 将来没有啊各位 将来直接没有啊 距离远了之后 没有 你看国内的 你看那国内的 到处封城 是吧 好多人没吃的呀 没吃的 没喝 有的自杀的 有的跳楼了 有的在家里饿死了 都有 今天我就看到一个视频 是上海的一个视频 那都公布出来了 一个男的 他在小区里 拿着手机 大喊大叫 不知道跟谁喊叫 就说你们这样疯了 超市也不开了 我有钱 我买把东西啊 我到哪里去买呀 超市都不开门 我没吃的呀 我没喝的呀 我买不得吃 我买不得喝的呀 还有他的父母呀 还有女方的父母呀 赵母娘啊 都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寒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真的 有时候就是 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我们 无所谓 但是在善自死的眼里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只要姻缘到了 他就会提出来 那么一般众生 我们大家在一起说实话 就一般人怎么交流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反倒的恐怖 不知道 哪怕就怀疑 那瓜子 怎么就有呢 以前怎么就没有呢 以前没有的时候 我就怀疑 这瓜子怎么就不来呢 最后来了我想 这瓜子怎么就来了呢 那瓜子来了 超市有看的那些东西 来了 啊 来了 走了 我也已 没有我也已 有我也已 就这些小事 我就发现这可不 这可怕吧 这很恐怖的啊 还有很多东西 我开始在这边呢 我想买 买我心中那个东西 就买不到 最后也许是唱回来 也许是因缘所致 哎 最后我都 基本上我想买的东西 都能买得到 都能买得到 一开始就买不到 他都是西方的东西 西方东西很多 就即使是药 这个东西 明白 啊 他也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那个味道 不是 所以说 人因为有汤 有汤 他就会产生种种的 称痴慢疑 众生很苦的 很苦的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害你 不需要别人害你 就这些汤痴慢疑 把我们就会害脱 害脱 不需要外在的什么人 食物来害你的 不需要 就只要这些汤痴慢疑 就够我们苦的 所以世间都是苦海 五着我世 全部都是苦海 都是苦海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全部是苦海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烦恼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每天下午跟着法师们学 希望大家真的 能够真的真实的学到 就是 早日能够彻底的了解 认识这些烦恼的 种种特性 就比如说刚刚说他隐蔽性的 隐蔽性 你很难发觉他隐蔽性 虚妄性 败坏性 膨胀性 这些都是很恐怖的 随便说任何一种特性 都是很恐怖的 比如说膨胀性 你一两下问题不大 是吧 你再一 你接着一 他就越来越膨胀 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打住 不能及时的停止 最后 本来那个人没有问题 最后你就会认为他有问题 就一定会认为他有问题 以前这个在网上 那个2004到2008 班尼在网上讲课的时候 经常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 他就非常的怀疑上师 非常怀疑 班尼老师 他怀疑在哪里 你真是很怪各位 当时确实是非常怪 现象很怪 就比如说在提问的时候 我们都打了问题 班尼老师就回答他了 那么那位同学 他打的问题 班尼经常没看见 经常没看见 但是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 但是我们当时又不好说 是吧 又不可能说拿麦克 让班尼去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他确实 班尼没有看到他的问题 他每一次都质问班尼 每一次都质问 怎么别的问题都看到了 是吧 我的问题怎么就没看到呢 你这不是欺负我吗 你这不是有意整我吗 他说的确实也有理 事实是这样 事实是这样 当时班尼老师说话 真的很真实很诚实 他就是客观解释 他说我没有看到 也许我真的是眼睛看滑了 我没看到 每次我都没看到 看到了我就是往下排 一个一个往下看 一个一个一个往下看 就没有看到对方的信息 凡是看到的 他说我都会回答 我也没有必要跟大家 在这里计较说 不回答大家问题 因为本身他就是不为民 不为利是吧 没有必要说怎么样怎么样 看到问题就回答 他就是这样的 本身 洪法师家务就是利益众生的 他不可能说去啊 故意把哪个信息漏掉 故意或者看到了 而故意不回答 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很难理解 我很难理解 但是我相信班尼说的是真的 对方说那个话 他也是真的 但是寻咽发现就非常奇怪 就能发现这一些 寻咽发现 就出现这些经常啊 误解的一幕 所以这个疑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没有智慧 不懂因果的话 你就一定会 很苦啊很苦的 实际上这些都是寻咽发现 你疑也好 不疑也好 你恨也好 不恨也好 他一心结果就这样 为什么还要去疑啊 为什么还要去造业 没有必要 最后等到我自己讲课的时候 跟大家讲法的时候 来自到现在 我就经常 我就自己看电脑 看那个文档的时候 我经常把那个字 看花来眼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仔细一看 发现看错了 我自己发现的 有时候别人提醒的 有时候自己发现的 真的把那个字看错了 把那个无字看成天 有无的无看成天 这个是 最少就是差不多两三天 就发生一次 就发生一次 我想人云之间的误解 肯定就是由此而来啊 很多很多 因为你造了类似的这样的叶 就必然 就必然会出现这些现象 就比如说 经常把别人的东西过去啊 对别人的东西不在意 把别人说的话 写的字 经常不在意啊 不在乎 把它给漏掉了 那么就出现这个遗漏 出现遗漏了 再给你讨厌那个字 经常讨厌那个字 讨厌那个词 是吧 讨厌讨厌讨厌 最后跟他就没那个缘分 你看就会错 跟那个恶缘呢 一看就看错了 一看就看错了 而且那字是别人写的 是别人发给你 你都会看错 最后很多的误解就来了 所以这块 如果我们智慧现前 都很简单 无非叫寻厌发现 没有智慧现前 就经常会造成误会 就会经常造成误会 而且很大误会 很大的构位 刚刚说的这些都是 我经历过的事实 我经历过的事实 非常多 对就那个饼干 对对 是我们看那个动画片 那个饼干 大家记得吗 你看那个老太婆 历太婆 他就说那饼干是他的 是他的吗 最后才发现 不是那饼干不是他的 这些饼干还在包里 还在那个包里 所以这个饼 最有名的故事就是 过去在课本中出现的 自知遗灵 自知遗灵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 自知遗灵的 这是个 从古代传到现在 自知遗灵 就是怀疑别人 非常的怀疑别人 大意就说 有一个人的斧头掉了 他就想没有人来 怎么斧头掉呢 就看着隔壁家 是吧 看着隔壁家 隔壁家的那个人 他走路 说话 好像跟以前都不一样 就心中想 肯定是这个人 把我家的福子 偷去了 不是他是谁 因为他以前走路不是这样 说话不是这样 而且最近几天他没有到我家来 以前常来 什么最近几天没有来 肯定是他做贼心虚 心中有鬼 天天 最后越看越像 越看越像 最后邓金法老 就认为 自己的福子 一定是隔壁家邻居偷去的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因为他表现都不一样 最近几天 跟以前不一样 肯定是心中有鬼 只是口里没有说出来 天天越看越像 最后偶然的 而无意中 是吧 在家里找到了 在一个什么 吉角卡拉里找到了 就知道自己错了 哎呀错怪了 错怪了 错怪了隔壁家的邻居 他就 从那之后就看着邻居走路 也不像贼 看他说话 也不像贼 怎么看着不像贼呀 所以带有这个疑心的时空 学习雷眼睛 我们就知道 这个叫什么 就叫我们说戴上了红眼镜 戴上了什么黄眼镜 你戴上红眼镜 看这个人 他就是红色 你看这个戴上了黄眼镜 他就是黄色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目前为止没有破除无印 也就是说我们总在戴着 有色眼镜 看每一个人 同样的一个人 本来他是 他没有什么颜色 可是我们自己戴上了红眼镜 就看他一定是红色的 一定是红色的 一会儿戴绿眼镜 看那个人就一定是绿色 一定是绿色的 所以这是关于疑 大家想一想 就这些故事 已经是 都普遍的进入白信家 寻常白信家都知道这个事 但是如果没有学习佛法 很难领悟到 这里面的烦恼问题 就这个疑的问题 这个疑 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可怕 可怕的现象和结果 它的危害性非常大 大家疑过没有呢 疑啊 我记得小时候 经常家里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因为没有 也没有什么吃的 没有什么喝的 也没有什么钱 我记得在小时候 偶然的 偶然的什么钱掉了 或者没看见呢 偶然我有点零钱 比如说几毛钱 那时候有几毛钱 有几分钱相当不错 几毛钱能不能很多很多糖吃 我记得 不见了 我就怀疑 谁谁动了我的钱 肯定是姐姐肯定是妹妹 是吧 也有可能是母亲 母亲经常 就是给我的钱 他都会搞去 想办法 肯定是他们 但是也没有证据啊 只有疑啊 就是那一定是他们 不可能还有外面人来搞我这个钱吧 很多事 最后我自己知道自己错了 很多事最后又不了了之 那么就永远的在怀疑 是谁 因为没有证据又不好说啊 有时候父母也怀疑我们 怀疑我们 偷了他们的钱 怀疑我们 偷了他们的什么好东西 也怀疑 当时小时候就很觉得感到很冤枉很气愤的 我没有这样做 你为什么怀疑我啊 现在想起来 假如我小时候能自活现前 真的 可以原谅父母的一切 可以原谅姐妹们的一切 都可以随便可以原谅的 因为 这很正常啊 众生冤枉 你按英国来说也正常 按照烦恼的 你具有烦恼的这个智慧 对烦恼有研究 有认识这个智慧来说 真的 这些小事都可以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因为众生怀疑你 或者我自己怀疑众生 都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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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是大致的有这个事 大致的有这样事 家家户政事非常多 非常多 比如说你经常遇到一个人 说你看到我的什么钱了吗 你看到我的 你看到我的手机了吗 他往往就带有什么 疑心 带有疑心 因为你是从来不 一般来说 你是一个从来不去 动大东西的人 他这么会问到你 怎么问到你 证明他对你有一定的疑心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呢 避免这些疑心 也尽可能避免 别人误解自己的问 所以就问问题 问什么人都要小心了 要不然 他就很容易 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多 一样就因为疑 就因为疑的关系 而伤害了 彼此之间良好的缘分了 好 我们就开始看论文 论文就分成几个部分 首先是序论 然后呢 就是疑的定义 什么是疑 再接着是疑 给我们带来的效应 危害与痛苦 还有呢 不追随疑心等烦恼 成够带来的殊胜效应 利益与安乐 然后是第五章 菩萨成行者如何降服这个仪 降服这个仪啊 还有菩萨成行者如何远离疑惑 积极的发挥变才 神通求法修信来救护众生 最后是结论 这里面谈到在众生那里修信 这个法门很有意思啊 班尼曾经讲过的 我们说信 我们我们说的信心 信主要是对谁啊 一般上我们对佛法 对善知识 对善保 要修信是吧 那是绝对要有信根 要有信根信利啊 要有五根五利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点 忽略什么 对众生的信 因为众生的本身是余慈的 无名的烦恼众生 我们还要在他那里修信 就算他说说错了 我们还要信 这叫什么 这叫修因 修因 修一个好的因 因为只有这样修 将来你真正的行菩萨道的时候 众生才会信你 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 大家就应该知道 我们的生活中也好 跟朋友 同事 亲戚朋友啊 同事啊 还有我们同学我们在一起 我们真的信对方吗 大家想 这是我们的班里的顾问 为什么比较信呢 我们彼此之间就真的非常信吗 非常信任吗 不一定的 因为跟家人跟那些没有学习法的 我们更难相信 这些都是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的事 但是为什么在顾问善哲时那里 我们就比较容易信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顾问的 长久以来 慈悲的陪伴呢 关键是他在我们这里修了信 这是关键 他在我们这里 每个人都修信了 如果他没有修信 我们会信他吗 我们绝对不会 没有善哲时来到我们身边的陪伴 他在修种种因 修种种人 比如用适舍法 是吧 修适舍法 修信在我们身上修信 我们是不可能信他的 我们是不可能信他的 这个真是因缘了各位 因缘 因为想众生信我们可能吗 各位 想众生就来信我信 你的家人 那些不信佛人来相信我们可能吗 简直是不可能 简直是不可能呢 只有我们 比如愿意发布的心的人 我们自己 在众生那里去修信 他错了以后对了以后 我们就信他 就哪怕一次 也信他一次 你修了个因 各位 或者说在他表现最好的时候 是吧 或者说真正的很真的话 你就好好修一把 甚至及时回向法院 是吧 愿是上根 愿信他的上根 发个愿 愿他将来永远信我 永远信上十三百万 借机回向法院 要不然的话 我们有时候活得很无奈 大家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有时候活得很无奈 无奈在哪里 你就会发现众生 他并不是真正的信你 众生他并不是真正的信你 大家发现没有呢 他不信你 我们往往就恼火 就恼火 是吧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为你好 你为什么不信我 很简单 你过去在他那里 没那个信的因 是吧 现在也没信的缘 人家凭什么要信您 人家凭什么信 所以众生不信我们 很正常啊 所以好的人还发广发大愿 要广度众生 众生无边誓愿度 但是最后真正来面对众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欠缺的功夫很多很多 就比如说众生不信我们 就这一点 就够我们修的 因为我们相信众生 我们在心中就把众生很多 就否决了 用慢心 用种种他人慢 烦恼的心给他否决了 他信他是吧 他跟我差不多 我凭什么信他呢 这些都是说实话 都是缺少智慧 也是一种愚痴 是缺少智慧 也是一种愚痴 也是一种愚痴 什么愚痴 就真的我们就是不自己不去积极修盈修缘 总想万国 总想求国 我们一方面希望别人都信我 一方面我们也自己都不去信别人 这是可能的吗 这永远不可能的 永远不可能 那么这里佛经中很多善子 都做出了这个典范的 特别是我们的班里老师 还有那个狡猾山的老和尚 还记得狡猾山老和尚 他们都做出了榜样 又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点 都不知道这一点 不知道这个信的重要性 当然会遇到好多问题 这个够跟大家谈不尽的 就比如说好 我遇到个骗子 就是个贼 他骗我的钱 我也不知道他骗不骗我 我就信他吗 信他了我就被骗了 我不信他 我就没修信的因 我当下不就倒霉了吗 所以这块这都是问题 有智慧 这些问题会轻松解决 就看你是修因 还是修缘 你修个因 是的 他就骗你 你就让他骗我 将来他一定会信你的 你就信 如果在缘起上 你怕我 我几万块钱来之不易 好 而且我已经意识到了 他这个有问题 好像在骗我是吧 好 你要真正的你有功夫 把他的钱给骗了 你有这功夫吗 我要把你的钱给骗了 骗完之后他说 我的钱呢 你说 看看谁高啊 你不是会骗吗 好像你骗不过我呀 他就只有服气啊 服气了好 你就告诉他 不要再骗人了 因为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对于这些骗子 你的功夫就超过他 超过他 他才能服气 要不然的话 他还以为你是傻子呢 所以这块就看你是修因 还是修缘 这取决于你的智慧 所以这也是 有智慧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有智慧非常非常简 没有智慧 你永远就想 哎我小心 我不就倒霉了吗 这就还是缺少智慧 缺少智慧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看论文 以后大家慢慢探讨 慢慢研究 好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提出来 好吗 我们在一起来共同的探讨 学习一下 好我们看第一章序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研究动机 性为道源功德谋 掌扬一切诸善法 在整个小谋成道的漫长的修学过程中 相复烦恼 相复仪等烦恼 乃是一个真实佛子的 极为关键的首要大事 菩萨臣行者 誓愿要断除自他的 所有无名烦恼 当然也包括疑心在内的私祸烦恼 那作为一个修行者 特别是菩萨臣行者 就应该非常清晰的明白疑心 究竟是什么 疑烦恼 极其分支出来的 这个随烦恼 给众生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危害与痛苦 又是如何在自他的口业深夜中表现出来的 又如何做才能够降服自他的疑心呢 这就是研究的动机 因为好多问题要解决 所以要研究这个疑 不去了解认识这个疑 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这个研究末 疑心带给众生 修行者 以及菩萨生者的危害实在太大 他能破坏自己其他人的智慧 福报 善根 因缘能力 还有人际关系 乃至无上佛道 都会给你破掉 包括无上佛道都会给你破掉 都会破除的 都会破坏 他有败坏性的 有破坏性 烦恼 每一种烦恼都有 一烦恼也不例外 所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佛子 应该立志首先要降服一等烦恼 乃至究竟的降谋成道 如果每一个修行者 即菩萨城行者 不仅能够都能降服一心 而且还能在众生那里 修信来积极救护众生 带领众生也来降服一心 乃至降谋成道 那就真乃众生之心 佛教之心 世界之心 令佛欢喜 研究达到的目的 达到的目的最后就是 一方面想服了自己的一心 一方面在众生那里修信 你在他那里修信之后 你将来才可能说度化众生 才可能说度化他救护他 你都不信他 你都没那个信的因 也没信的缘 众生是不可能信你的 他不会听你的 所以这块就需要菩萨带头 他就需要菩萨 首先要在众生那里去修信 才可以换来众生 相信自己 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那作为一个修行者 或者佛子 应该如何正思为正行 才能降服一心呢 主要就是以佛陀智慧 以佛陀智慧来降服一心 这就是方法 依佛陀智慧 应该做到智慧 觉悟为先导 也就是首先要明白 认识到什么时候人会移 人为什么要移 移又是依什么而起 例如菩萨只要披上一心 决定成就佛道的铠甲 他就是一个降服一的妙方 披上一心决定成就佛道的铠甲 这也是一个降服一的妙方 这个在《还阴经》中都有的 具体的方法还有 通过观众生苦 及其恶会 发大悲心 并以一切上根回下 殊胜的发始终无疑心 还有因果智慧 如法忏悔 借助佛菩萨殊胜愿力等等 来降服一心 就别说 除盖障菩萨 他就有这个愿力 能降服众生的烦恼障 业障暴障 那么就包括疑心 疑心就是一种 属于烦恼障范围之内的 好 我们进入第二章的学习 什么是疑 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听到 胡疑 疑神疑鬼 我就不信邪 这些词句 那疑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疑的定义 最好首先要知道疑的反义词是什么 什么是 性极其重要性 我们在了解疑的时候 就应该同时还要知道 他的反义词叫性 以及性的重要性 这些都要了解 前部节目我看到一个词叫疑位 疑怀疑的疑位 疑的疑叫疑位 就是他越怀疑越害怕 越怀疑越害怕 他不怀疑还不该的害怕 虽然他害怕 但是他还要继续疑 越疑越畏 叫疑位 不知道大家见过这个词吗 疑位 他搞得自己疑的怕 有时候真的怀疑别人自己 是不是感到很怕 非常害怕 不能搞下去了 但是他控制不住 他还不能收敛 如果能及时收敛 也许也就造的小一点 如果不能及时收敛 也就越造越大的 佛法大海 性为能入 至为能渡 性为道源 功德母 掌扬一切 诸善法 断除遗亡 出爱灵 开释涅潭 无上道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佛教中的经典名句 他们都在向我们真实说明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 对于佛法 善知识 乃至一切三般的信心 信根信力 是何等重要的 就包括信众生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信他 他不信你 就这么简单 有些我们就能进入佛法的大 信根信力 是佛道的本源 源头与根本 所以叫信为道源功德母 他也能增长 养护我们的一切善法 所以叫掌扬一切出善法 这个善法长不长就靠我们的信 我们的上根长不长也靠这个信 也能断除我们如纵横交错 错终复杂之网 一般的一切疑心疑惑 用我们能够出离一切贪爱的欲流 这个叫断除以往 这个叫断除以往 你就能够出离一切的爱欲之流 开示涅槃无上道 乃至能满怀信心的为众生开示 不生不灭的涅槃道 以及由他展现的无上佛道 同样的你如果有信呢 诸佛菩萨善之时也会为我们 他们也会为我们开示涅槃无上道 因为你这个人有信没有疑了 这是业力招感的业力招感 诸佛这就自然的会这样的来到身边 关心我们关怀我们 但是你疑心很重 对他没有信心 没那个信的因缘 他也不会随便跟你讲个什么涅槃无上道 反之疑心就是信心 信根信力的天敌 就会破坏这一切的善法 善根与无上佛道 有疑就自然没有信 有信就自然没有疑了 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就如同黑暗与光明一样 有黑暗就没有光明 有光明就没有黑暗 二者是势不两立 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就现在我们假如信根还不具备 就自然就有疑了 自然就有疑了 有的时候我信呢 我信 你那个信叫什么信 以前都分析过 那个信叫圆上的信 它不是我们说的信根 它不是根本上的信呢 它不是信根 它叫圆上的信 纵观古今 在整个想我成道的漫长的修学过程中 想我烦恼乃是一个真实佛子 也就是真正的菩萨行者的 极为关键的首要大师 就正如《能言经》 《首能言经》 《义书诸经》中 菩萨四弘四院中提到的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还有白杖清规正义记里说道 这句话大德祖师们他们早就知道 所以一直流传至今 一直流传至今 也就是菩萨生行者 他不但要誓愿断除自己的 而且他要发誓愿 除掉一切众生的所有无名烦恼 当然包括疑心在内的私祸烦恼 囤真之慢疑 这些都属于私祸烦恼 就是我们思想上的迷惑 所以叫私祸烦恼 因为疑心带给众生修行者 以及菩萨行者的危害性 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们想相谋成道 就必须要降服疑这个烦恼 依据尤不赛戒经中提到的 一切烦恼是我大愿 何以故因是烦恼能破自他 正因为疑心等烦恼 他能破坏自己 以及他人的智慧福报 尚根因缘能力 人家关系等等等等 乃至无上佛道等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好 所以作为一名 作为一个真实的佛子 就应该立志要降服烦恼 特别是降服这个疑烦恼 乃至究竟的相谋成道 因为智慧的菩萨行者皆生生之道 他也深信佛语 一切烦恼是其大愿 能破坏自他的一切好事 就是上根与公的一 就这个一 最简单的一句话 一他会让人云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远了 距离越来越远 这个大家经历过就知道了 经历过就知道了 越来越远 就是跟善子师之间 大家想你们现在跟善子师之间 见面的时候距离近一些 还是现在距离近一些 你们自己知道 为什么你根本就见不到善子师面 为什么大家知道吗 好的说缺少因缘 缺少因缘力 那个是不错 那是大框 其中有一个小框 有一个小的页点就是 你曾经移过善子师多少次 移啊 就光移这一块 移过多少次 不但有移 还有好多人嫉妒 嫉妒善子师 多少次 他对别人好 自己都会 所有的反倒都会排斥 于善子师的缘分 你就见不到 你见不到面了 你想疯了 想死了 都没用 因为你这个除非善过精进 除非善过精进 否则就距离越来远 你自己都感受不到 你都感受不到自己 可能 我怎么跟顾问见不了面 我怎么再也说不了话 再也不能畅快的交流 为什么 为什么看不了他的一切 都是自己造的 那么自己造的造什么 移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点 移啊 用烦恼自己亲手造的 亲自造的 把他移 他只有走啊 他距离你远一点吧 是吧 是啊搞不过你啊 你比他狠呢 搞不过你比他狠 是吧 搞不过你 敬而远之 可以吧 这是菩萨常用你知道 搞不过你 敬而远之 可以吧 搞不过你 我躲起来 可以吧 距离远一点 也许你还会珍惜一点 也许还会信一点的 真正的在一起 烦恼众生 有烦恼众生在一起 真的 你这个烦恼众生 真正有烦恼 无论你面对的是谁 是善知识也好 还是烦恼众生也好 你只会破坏 与他的关系 你只会破坏 与他的关系 所以这回 又想到弟子相里一块说到 所见种种境界 心当身稀有 寒如佛出世 为什么要这样想 因为你自己不懂自己 你自己不了解自己 这回只有善知识 真正的了解你自己 他知道你的慢行 疑行 哪一块重 哪一块轻 他知道 就比如说面对善知识 最低 现在有两大烦恼 不能有 就是疑烦恼和慢烦恼 疑和慢的 善知识就不敢跟你见面了 疑和慢 不敢跟你见面 这是我们议论的最多的话题 他一开口你就开始疑 他一开口你就开始 自然的慢 你就认为不够如此 根本就没有生起一毛毛的尽心 恭敬心 跟他什么尊重心 是吧 什么什么 那个 放在最高位的那个心 生不起来 生不起来 他跟你见面有什么用 那就害你啊 所以这个疑心慢心 这两大块 绝对不能有 有了 跟善知识 几乎是无缘见面的 无缘见面 永远的 永远的无缘见面 因为见面 他跟你见面 他就是害你 他不可能说因为害你而跟你见面 他要利益你啊 他要利益你的 所以这一块 这个疑 在此 因为这个是跟顾问交流的非常多 疑啊 疑心慢心 有人又有疑又有慢 有人又有疑又有慢 疑啊慢 班尼说我这块疑心 对他的疑心慢心 这块慢 慢心大一些 疑心 疑心呢 疑心小一些 疑心小一些 他说有的其他同学是疑心多 慢心小 他说这个见面还有一点用 有一点用 如果疑心 疑心又大 慢心又大 班尼说这个就不敢跟我们见面了 如果我们的疑心又大 慢心又大见面 第一他不敢见面 第二就纵然见面了 他也不会谈什么佛法的 不会谈什么佛法 谈了没用啊 谈了没用 因为你心中只有慢和疑 他就不需要谈了 疑 这叫疑啊 疑啊 是啊 要多忏悔啊 不但疑善之时 还疑佛仆 而且因愚痴无至 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这些我都曾经有过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这些慢慢的 真的随着修学的 学的越来越多 问的问题越来越多 见识越来越多 疑这块 我觉得就慢慢的好了一些 好了一些 并不是完全没有 对众生有疑啊 对吃的喝的有疑啊 你这东西是不是有毒啊 是吧 你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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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这么贵啊 是不是坑我搞我呀 欺负我呀 以很多的各位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 就是善子死那 你千万不要 因为那是你的根 那是你的重要根本 这个根本搞坏了 根搞坏了 这个就不长 上根不长 不长了 他就不长 因为根本坏了 你这个小树 你这个佛法的小苗啊 菩提小苗 他不长 他不长了 好感谢所长 光是所长的忏悔 很好 我也一样同忏悔 愿大家也早日 愿大家忏悔 早日清静 好义师傅再说 我不但疑 很慢 把好好的善缘 给一道一道看 很少千钧的架势 于此之至 疑慢最后 他就见不了面的 就见不了面 了不起跟你打几个字 是吧 了不起跟你打几个字而已啊 打几个字还可以啊 说话都很难的 打几个字啊 文字稍微好一点 要说话见面 那个众生疑心慢心 他会啊 不停的冒啊 不停的冒 不停的冒 嗯 很好 好 看到了 德法师也在上回 大家都上回 好 愿上师三宝加持 愿大家这些疑心 疑心呢 疑心 就早日消除 好吧 疑因疑缘 疑习 疑国 都能早日消除 好 我们再接着来 中上手术 闭者就试图 啊 主要从一下这几个方面 来略微 探讨疑烦恼 包括疑烦恼的定义 疑烦恼 极其分支出来的随烦恼 给众生带来的一切严重的危害与痛苦 如何降服疑烦恼 以及不认真行之 不但不能发挥疑 还应该具足常规心 欢喜积极主动的降服疑心 并且欢喜积极主动的修信 特别是在众生那里修信 来慈悲的救护利益一切众生 这块大家一定要啊 我认为要放下愚痴的心 放下慢心 否则我们不愿意在众生那里修信 不能在众生那里修信 将来就没有众生信你 就没有众生相信你 首先我们的了解 疑的定义是什么呢 在大乘百伐民门论节卷一中说 疑者于诸地理由欲为信 能仗不仪善平为业 仗善平之以犹豫故善不胜因也 可怕吧 这个疑啊 直接障碍你所有的善业 因为你犹豫 因为犹豫的关系 犹豫就是怀疑 怀疑啊 犹豫啊 慈疑啊 所以你的善业 善根根根根根生不了 这个疑 原意是怀疑不信的意思 特别是对三宝四圣地 以及一切佛法庙里缺少信心 并且产生犹豫怀疑 所以他能障碍一切的善业 疑 他是信的反义字 也就是不信 在佛法中 他被认为是一种烦恼 就比如说我们对佛法 对善知识 我们接近的最多 天天大家听着学着是吧 佛法 这个跟善知识过去在一起 这两块很容易生疑 接触越多啊 他容易生疑啊 因为我们是本身就是烦恼众生 比如他有时候他验证验证 验证不灵 他就怀疑啊 就比如佛法 很多人对善知识 对佛法最后也怀疑啊 佛法是佛经中写的 写到 我这个去验证 没有兑现呢 我认为我都按条件做到了 但没有兑现呢 我就容易怀疑 那么这一块我认为啊 就我的经历啊 你自己破除不了 没有人跟你破除了 这一块只有与善知有因缘 才能破除了 没这个因缘 没有人破除了 因为你自己就在那里 所以很多人呢 由于缺少与善知这个因缘 他学着学着佛法就丢了 他最后再也不信了 很多人都发了恶事愿 从此再也不学 因为没有兑现 我就想好多年好年钱 我就求灌点水啊 我就发生这个事 甚至他是在陪伴 我认为我全部做到 最后我没有修成 我没有求的观点水 是什么原因 我就自问善知识 班尼说 你都做到了吗 我说我认为都做了 没有漏洞 他说好 就提出 就说其中 只说其中一点 他说有一日 就是啊 有一天你说买鲜花 供养地账婆上 你说买三蓝鲜花 结果你只买一蓝 他记得就是 我想起来 他不说我想不起来 一说我就知道 不能水 求灌点水其中有一点就是 绝对不能忘了 本来我没有必要说要搞三蓝 我就说说供养一蓝 也许就成功了 真的各位 但是我说了要供养三蓝 供养三蓝鲜花 没有做到啊 甚至是他记住这个事 他在旁边陪伴 就是说实话 要破除我的疑心 破除我的迷惑 要不然凭我自己 永远想不开 因为那个事 我说出去说一下就忘了 就不记得了 但是我认为我全部做到了 他只是说这一点 一点没有做到 就别想求什么灌顶水 别想啊 不能忘语的 那个里面有 大家记得吗 非常一定要避免什么杀身忘语 大家记得吗 杀身忘语啊 一定要避免这个事 我这个就是忘语 他就抓住 而且死到死着 我能想得起来 因为过去还不过十几天 因为总共花的时间是21天吧 21天 21天 这个就是真的是因缘过尾 所以我站着陪伴 就我不得不信了 不得不信 不信也事实就是这样 他说虽然没有群众工 但是啊 但是确实因为你用心了 用力了 就相当于啊 就相当于自己啊 就是修学学习啊 什么礼拜 就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学习30年 你这21天呢 像你自己平时的学习 搞啊在那搞在那学习30年 所以你搞也不会白搞的啊 这也是他说的 那么这句话 我性根不是很强 但是我没有否定 说好的 我这个我容易相信的 最后也确实验证了 这些都是本钱的 这些都是本钱 都是资料 没有那些本钱 没有那些资料 我今日也不可能跟你们坐在一起 是吧 因为本身我的贪心很重啊 慢性也很重啊 是吧 你贪多了之后 真的绝对善业艰难 绝对是 绝对痴呆 但是有善子是一路呵护 一路呵护 来不来都给你消一点 来不来给你加 顺利加值 顺利加值高一点 才有我的现在 凭我自身的烦恼 根本就走不到现在 当时这网上学习的多少多少 那都是五六十 学环境五六十人了 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两个 找不到一两个 跟我们还在这里学习啊 当时你们基本都不在啊 你们谁在 基本你们这人 根本就没有你们的人影呢 有谁在 学环境在网上 没有几个人在啊 没有几个人在的 大家想一想 那时候那些法的缘分多好啊 多好 每天都学到十一年十二年了 你从八七八年学起 学到十一年十二年 拜你讲不完的妙法 最后大家问不完的问题 你说那法源多殊胜了 但是毕竟每个人的法律 原面都是有限有量的 是吧 所以说如果没有善哲似的陪伴 及时的破除我的疑心 破除大家疑心 没有疑 他没有破除疑心 我们就一定会 没有疑心就会 就是有疑心呢 就一定会怀疑怀疑 这个距离越来越远 一定是见不到 一定是不可能的 在佛法中站住的脚 站住脚的 绝对 站不住脚 站不住脚的 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能在一起学习 还在学习佛法 确实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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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了忏悔 自己疑心深重 不去信别人的因 不去修信别人的因 去总望求别人信自己的 听自己的果 我这个很有道理 我有有句 是吧 我说的也是文才飞扬 自善知识佛所说的 为什么就不信不听 是吧 还去信那个师父 那个师父学了几年了 说实话 他学几年了 他学了几步经 说我跟班尼在学习的时候 他还没出事呢 看他这人影呢 他总是就信他 你是怪吧 什么疑心 嫉妒心 慢心 都来了 都来了 发现别人不信不听事 就用父母 老师甚至是法 压制别人 强迫别人 好多好多这样的人 用别人来用善知识啊 发来压制别人 压 他说的 是他说的 是他说的 就搞一些美丽的谎言之类的 来压制别人 达到让别人听自己的目的 是啊 这都是很可怜 是吧 可怜像 可怜像 都是一种愚痴像 可怜像 自己不去信别人 却总是希望别人信自己 无因即格的愚痴像 我们都要忏悔 好都要忏悔 我也要同忏悔 如是的乃至 类似的 类似的 种种的这个 不信众生 不信众生呢 这些 恶因恶元恶果 十月十个去修 信别人的因 是啊 去修啊 经常修因呢 好 修因来了 修因同学来了 我买菜和水果 假如卖着很主动的给我挑 我就怀疑他们给我的 不是不好 是不好的吧 应该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还是好的 怀疑啊 给我挑的我一眼 我认为他是不好的 给我挑的肯定是卖不掉的 应该是不好的吧 他给我的肯定是不好的 我是这样的一眼 我不知道你怎么以不好的 嗯 学华音的时候 那时候有些人还在上幼儿园 或上小学呢 都没有看见你啊 今日还跑出来 好像是吧 有两把刷子 什么什么的 这个的那个 是 是发誓言 不是好东西给我 对对对 不是好东西给我啊 对啊 不是肯定是有 别有歧途啊 要不然怎么对我这么热心呢 是不是呢 要不怎么对我这么好 这么热心呢 不要疑 别人就是骗你也好 害你也好 真的 那是他在修他 与我们毫不相关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要学会修音修缘的 啊 这一块高深莫测 说信三宝信上师 大家也许还信一点点 要让我们去修信众生的这些因缘 啊 这个对大家来说 我认为啊 都是有些难度啊 有些难度 不知道大家能接受多少 对对对 记章经就有这个啊 要谨慎了 要一定谨慎 千万不要去 要谨慎 千万不要去搞什么酒肉啊 妄语啊 杀害啊 邪淫啊 千万不能有这些 有这些 你就不可能得到什么菩萨来梦中给你恩赐灌灵水 不可能的 不可能菩萨来梦中 啊 梦中啊 来给你什么寿灌灵水 不可能的 死 别人对自己好 就以别人是有目的 对 你说我们这人可怕吧 大家想想 他对我不好 我就承恨 是不是 我承恨 我讨厌他 他对我好 我就怀疑 怀疑是最多的 真的 假如有一个男的 比如说有个男人对你特好 有个女人对你特好 秀英呢 你真的你会怀疑 是真的 你碰到要遇到一个女的在 我现在学了 我以前没学 傻傻乎乎的 真的无所谓 你现在突然来个女的对我很好 我一定会怀疑她 我说真话 因为我都不认识你 我凭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我绝对接受不了 我不敢认 因为这是恐怕人物 一定是有什么歧途 一定是有什么歧途 一定有什么歧途 怕呀 真的 有一回 有一次我从那个半年来就回来 有六七个女孩 真的是前世 不知道是什么前世姻缘 大约都是18岁左右 姐妹 应该是一家姐妹 长相都一样 七七八八的跟我说话 他们主动找我说话 有时候还能笑 有时候不知道是狂笑 有时候是善意的笑 你跟他说话 他就说 我能听到百分之六七十左右 那真恐怖那个场面 满车的人 其他人都不说话 只有我才跟那五六个女孩子说话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们问七问八的 你多大年龄呢 在这里干什么 什么时候来的呀 哪个人呢 他就向警察局吊上你 很可怕的鬼 是真的 我想起一个事 想起一个事 哎呀 最后有几分钟我就下车 See you later 拜拜 最后再没见到 是真的 你真要远上了 因为我想起那些国内的贪官高官 被那些所谓小二小三害了 什么情人害了 我想起这些我就怀疑 我就怕 我就怕呀 就怕 是真的 这疑心绝对 绝对各位 所以说你遇到这种特殊的人事物 在特殊的环境下 他就很容易产生 很容易产生呢 啊 今天就大致学到这里 好不好 子连还说 有一次我在西湖边 见到一位穿着藏族人 问善师父要钱 善师父 二话不说 就给了一百 还是几百忘记 当时我就不解 也没有问师父 现在明白了 只管自己修好因 不要去妄想 是 是的 是 因为仪也没用的 因为你不知道水 你不知道 我们目前没有神通 根本就不知道 对方怎么想 就众人理由他先通 众神是瞬息万变 他这个时候是相信你 立即怀疑你 怀疑的时候 你看他很快要相信 他是在不停的在变 贪嗔之慢一样 种种的心理状态非常复杂 我们有神通没有神通 都没有必要去怀疑 因为说实话 这一块 班尼说过 就包括我们看那个电影 那几个人是吧 就说的都是 莫中一世 你倒了一个姓谁的呢 班尼说了 我就说我 看着很迷惑 班尼说迷惑就对了 众神就这样 这就是众神 这就是真相 众神界他没有真相 他都是妄想加妄语 加杀到 以及杀到隐忘 他没有真 这就是世间的真相 就是众神说话 他不是真的 他的表演都不是真的 这就叫真相 这就叫真相 他就 这就对了 众人佛现在此时出现 佛也都会迷惑的 佛也会迷惑 为什么呢 因为众神在不停的变 你说你跟着众神 你跟着众神是吧 他们只在变了 以后只要一秒钟没有跟他 他就变了 你就不知道他干什么 你总有事吧 好你不跟着他 他瞬息在变 瞬间都在变 苗苗都在变 佛 就连佛出现在那里 佛都要为这 看这几个人呢 都是 怎么搞的 真的你都不知道真实的想法 你都不知道真实想法 这个你到底谁杀的 那你的真是是好是坏 那强盗跟那个男人相比 他们到底哪个柔和一些 到底哪个刚强一些 是吧 你看完了你并不一定知道了 你并不一定知道 你并不一定知道 好了今天我们就 就 哦好 修音师又说 很多年前有个女病人 老送水果什么给我 老乡找我说话 老乡找我说 想是吧老乡找我说话 又说不出什么 很早到我的自行车 给我换上了一个新座套 我就怀疑他有什么目的 是 也许别人是好心 所以这块我们 真的确实动用烦恼 就在破坏自己 假如他是好心 你就破坏了跟他的距离 破坏了破你们的缘分了 善缘破坏 距离越来越远 众人他是有什么想法 是吧造欧业 那也是他在修 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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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众人进行车被盗了 被搞坏了 那也是你的果报 那也是你的果报 所以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真的叫 无忧无虑 他是无忧无虑的 是很坦率 是很坦率 因为一切都是果报 好也好 好也是果报 坏也是果报 照单全熟 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配合 包容 以及对我莫大的成就 非常感恩 好 谢谢大家 恭送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会